摆出抓头招牌姿势拍合照 台北市长柯文哲笑得尴尬 为期12天市大运即将落幕 围绕辛苦的工作人员当然不能少 抢着握手合照签名也来者不拒 随着市大运举办行销获得好评 柯文哲的声势也跟着翻掌 不过就这么恰好 新北市长朱立伦行程刚好也安排来这 两人同场不同框 同样慰问工作人员 这光环似乎全被柯市长抢去 明明就在同一个地方 双方一前一后刚好错开 难不成是故意躲开好同学朱立伦 朱市长在隔壁颁奖 是不是故意跟他错开 为什么没有合体 没有啊 奇怪 我们那个行程都各自安排 我不晓得 撇开尴尬议题 柯文哲不以为意 市大运推破助澜拉回绅士 但可还没完全过关 市长没有觉得市大运倒是干正 越来越好的感觉 没有啊 这个 这个星百里半九十 还是要小心准备 做到最后一年 小心应对 紧接着市大运闭幕式 危案可不能再出差错 毕竟辛苦吃素祈福 要让市大运完美落幕 为主办城市台北征口气外 牵动的当然就是 2018的连任选战 会不会把自己的吃素办延长 小心 市长发张 欢迎讯闻 廖文璞 江显东 吕家横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